一提到军事大国,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美俄,数十年来,两个超级军事大国足以毁灭全球好几次的核弹头数量, 神秘莫测的诡诈无人机,以及连年增长的军事支出,都让全球恐慌不已,但实际上,中国家门口一直有一个隐藏的军事大国,这个国家不仅拥有巨大的军事潜力,还有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和称霸世界的野心,那就是只有弹丸之地的日本。 自从当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,将日本两座城市一位废墟之后,日本这个国家,表面上向美国俯首称臣,美国叫他敢什么他就照着办,实际上却有自己的心思。 或许你认为,日本没有航母,也没有核武器,连像样的战斗机都没有,怎么可能给亚洲带来巨大威胁呢? 但没有不代表没有能力制造,即便是无法制造不代表没有人帮,某种意义上,日本才是亚洲真正的超级军事大国。 日本早就有了制造和武器的能力,原料更是相当充分,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,只要发生战争,日本就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造出俗能毁灭亚洲的原子弹。 除此之外,这个国家现有的直升机航母多达五艘,同时还大力引进了数十架美国F35战斗机,各种护卫舰雷达预警机都能自主制造,海上自卫队的战斗力早就不可同日而语。 据英法等西方国家报道,日本的海军实力在世界上只输给美国,要是发动战争,当年的珍珠港悲剧很可能在亚洲某大国发生,即便是一直以来援助日本的美国,也非常忌惮。 日本人的好战情绪和军国主义思想,日本本土资源匮乏,火山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更是经常发生,指不定哪一天就会陷入海底,国人危机意识非常强烈,而我国却仍在富国强兵的路上。 因此,在萨尔玛特与三叉戟互相对抗,F22与苏五时期不断较量,吸引国人的注意力时,我们一定要居安思维,要知道,早在70年前,日本就有造出9艘航母的能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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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